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的意见是 这是黄州书法真迹 我来说一下看真的理由吧 名人书法有这几类情况 第一 职业专业的书法家写出的舵品 第二类 画家写的字 第三类 社会名人 文化人等等 黄州先生的字属于画家之字 黄州先生喜欢苏东坡的韩世帖 所以他写出的字 大刀阔斧 长腔大吉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 我们不能严格地用书法家的条条框框 来衡量检验黄州先生的书法 因为他这个人太随性 写字画画几乎不太像有些人考虑 我得漂亮周正等等 一灰而旧 拿起什么就写什么 所以这就出现什么呢 他那种潇洒自如奔放劲 所以看黄州先生的字 个性是最突出的 所以这幅作品当中呈现出的线索 完全吻合我们所说的这些依据 所以我们鉴定不移地认为它是真迹 就您这件作品呢 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好吧 鉴定估值也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市场上呢 就是2022年的6月27呢 就是加德的春拍 拍了一个 他89年做的一个七言诗 它成交价呢 是63250 今年呢 就是2023年的2月22 那个荣宝斋拍了一件呢 就是顾英诗 也是七言诗 是他90年的作品 他成交价呢 是138000 就是他的区间呢 还是有的 并且呢 就是因为这两年啊 就近现在的书画的市场的价格呢 相当比较疲软一些 就是您说的价格呢 可能呢 在10年的时候有这个价 我给一个现在呢 特别好流通的价格 并且以后呢 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 甚至股间 他的报价是 7万元 来揭晓鉴定估值 6万元 揭晓文化负值 8万元 所以他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在6到8万元 谢谢 还是跟您的心理预期 有一定的落差 没关系 是真的就已经很踏实了 对对对对 是真的我都很高兴了 那这一件仓品 被专家认定为真品 可以获得 《华山论》界为仓品 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您 有请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